- 美国是世界警察,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他们,也有人说,美国就是一个恐怖分子,在世界各地制造灾难, 但事实上,因为美国近年来的霸权行为,不断地干涉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,或者政治执行等等,因为美国本身招惹了不少的麻烦,现如今美国所面临的敌人并不少,除此之外,还有大量的恐怖分子,想要趁机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。 - 2018 年 10 月份的时候,基地组织就曾经向美国提出警告,他们将会在 2019 年的时候,对纽约进行到轰炸,还是后经了解大家发现,现如今本拉登的儿子,也早就已经参与进基地组织的行动当中,并且形势非常稳当,在一些军事行动中都表现得非常勇猛,很显然,这是本拉登的儿子,想要为自己的父亲复仇了。 - 虽然说 2019 年的新年,美国平平安安度过,没有发生任何情况,但是美国军方却并没有对这个警告掉以轻心,其实之前还有消息传来,但拉登的儿子,将会和当初劫持飞机的犯罪人员的女儿结婚了,这样一来,本拉登之子在基地组织内的地位,就更加牢固了。 - 这边基地组织给美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,而伊拉克那边,萨达姆的女儿也有所行动,其实 2018 年的时候,萨达姆的女儿拉加德,就已经回到伊拉克了, - 她是甚至还参加了伊拉克的总统选举,这也让大家见识到了,其实伊拉克境内有很多人还是非常支持萨达姆的。 - 而现在,拉加德正在伊拉克境内,组织兵力,召集武装力量,一起反抗美国,虽然说萨达姆留下来的财产,几乎都被手脚干净,而他们所能继承到的财产也非常有限,但是拉加德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公,所以在花销方面自然不在话下。 - 但拉登之子和萨达姆女儿两包夹击,这对于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麻烦。 - 但拉登之子和萨达姆同样大方的确实在的各种确性里面,飞出给亚放击多久。 - 但拉登之子和萨达姆,正在拉登之子和萨达姆留下来的或是烨达姆。 - 眼部并合了相与也是一个麻烦的头发,也可以在拉登的蔬菜里面。 - 然后是在那里面发生的舞台上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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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